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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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被你忘安教育學院 我是Tim 在上一集的Q&A 自從發布了之後 馬上就有人反應說 如果今天你這個密碼的限制 這麼的嚴苛的話 我們是不是還可以去做調整 甚至去做真正的調整 針對企業的屬性去做進一步的微調 那麼針對這部分的話 我馬上拍了一個影片 就是講到有關於 我們針對我們管理界面的登入密碼 它可以調整的是哪一些的項目 而這個管理界面的密碼 我們如果要去做調整的話 一定都要透過管理員 管理員在管理員模式下面 進到我們的系統設定 System Setting 並且進到我們系統參數的調整裡面 才能去調整我們這些 一般使用者 他要去設定密碼這個條件 所以當我們進去之後 我們在頁面下面 稍微往下滑一點 滑到最後再往上滑 那你就可以看到我們的設定 在設定裡面的話 包含了一些 有關於我們密碼長度 預設上一定是六個字元 那如果你今天希望更嚴謹的話 我們可以調高 那依照你的企業的需求 去做調整 那麼複雜度的部分 預設上是四選三 也就是大寫小寫 數字符號 那如果你今天希望更嚴謹的話 你可以調選四 那就等頭 使用者在設定密碼的時候 會非常非常的累 因為他要去認真的思考 他到底用哪一些的數字符號等等的 那麼你也可以去限制說 如果今天擔心使用者 他用過於簡單的密碼 大家要太好猜的話 因為大家設密碼一定會設連號 甚至設簡單的鍵盤的排列組合 那如果今天你希望說 對方不要設 使用者不要設太簡單的密碼 我們也可以去針對過於簡單的密碼 去做到防止 甚至是你的密碼在設定完的90天之內 預設上來說會達到過期 那Finalcode會提醒你說 你要去更改密碼 那假設你今天希望時間拉長 甚至縮短 我們也可以在這邊調整 那密碼一旦快要接近過期的時間的時候 Finalcode都會根據你所設定的一個期限 那他也可以提早的通知使用者 必須要去定期的修改密碼 那針對每個使用者他的密碼的調整 我們都可以在這邊就去做到設定 並且我們設定完成 我們只要套用完 那所有的使用者 都會一併的根據這樣子的規範 去設定一組新的密碼 所以對於今天的問題 如果有任何的疑問 你都可以透過上面的方式 與我聯繫 你也可以在影片的下方 留下你的問題 我們都會有專人為你介紹 那麼今天的影片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別忘了點擊下面的訂閱按鈕 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將不定時而推出全新的影片 念一開把右下角的小鈴鐺打開來 就可以在第一時間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 就這樣我們下次見 拜拜